我有跟他們講 你們喔 去善效一個有身上的人士 這是不可以的 完全是不對的 這樣不行啦 今天看到Alby 我說他越看越來越看了 越像一個民歌手 對 再也不敢亂笑 你不能踢人家的蛋蛋 蛋蛋在練你 你不能讓你踢啊 後腦槽不能打 眼睛不能戳 今天有客人來的 人家講的有什麼 旁邊陪笑嘛 這是一定的 這是他的工作 然後他真正內心世界 不是這樣 夜夜秀最終回嘉賓是吳宗憲 鋪賀龍Alby現況不敢亂笑 今天在那個 那個賀龍夜夜秀 我去送暖的 我跟他們講 你們兩個就旁邊在那裡 這樣 這樣 善笑 這樣 太好 要對社會有一個尊重 綜藝田王吳宗憲 27號趕場先生 直播帶貨 自己就先爆了一個大彩蛋 證實赫龍夜夜秀 最後一集嘉賓 就是他 今天看到Alby 他就在旁邊 我說他越看越來越看了 越像一個民歌手 嗯 今天有客人來了 人家講的有什麼 旁邊陪笑嘛 這是一定的 這是他的工作 然後他真正內心世界 不是這樣 博恩去上了我的節目以後 結果呢 跟我聊一聊以後 我跟他不好笑 董事長最大的罪過 就是無賺錢啊 諧星最大的罪過 就是不好笑啊 啊但是我是在救他 因為那個播出來 就是說那個 那個點太淡了 所以我也讓他們知道 我說你們去善效 人家出身上的朋友 這樣不行啦 你不能踢人家的蛋蛋 蛋蛋在練 你不得讓你踢啊 後腦槽不能打 眼睛不能戳 就跟我講了 我講了 憂鬱症 就是因為不知足 這件事 記得吧 我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家就有一個 我帶了他 從他發病到結束 送到塔位裡面 四十幾年啦 就是我爸爸 所以我才會講 如果你這個憂鬱症 躁鬱症 你會對社會有影響的話 會傷害人的話 第一個關卡就是家庭嘛 家庭你要通報嘛 他會傷害別人 我們通報了 我們隨時防範一下 多一層保護嘛 我是這個意思啦 各位 在藝能界裡面喔 被誤解 也是演藝事業的一部分 海水退了 就知道誰長菜花 不是 海水退了就知道 誰沒有穿褲子 不是誰長菜花 憲哥在藝能界喔 三四十年周轟 只有兩個字 原因就那兩個字 善良嘛 我們你看 剛停到這邊停車 我們前面有那個 殘上車位或富幼車位 我們也不能去停啊 這個就是一種 發自內心的 你看到了嗎 你看到了良心嗎 發自內心的去愛他們 憲哥 台灣最後一顆良心 台灣最後一個良心在哪裡 舊菜菜林公代表 有喔 憲哥永遠不會讓你們失望 你們說對不對 對 太大聲了啦 對 回答了是不是太完整了 對 先要不要競選下一屆的方法 我選家長都選不上 我選什麼中央 不要了 政治人物太辛苦了